另外在您看到的是劳工保险局的新北市办事处搬新家 那么劳工保险局的新北市办事处呢 从这个12月16号的时候正式从板桥搬到新庄的中央和属办公大楼 地址呢就是中平路的439号 而办事处呢在一二楼都设有服务据点 也请民众多加留意 劳工保险局新北市办事处已经在今年12月16号 正式进驻到新庄区中平路439号扩大卫民服务 然而配合这几天搬迁作业的完成 高层主管特地前往视察整个零柜设置情形 希望提供给劳工朋友一个更好的服务品质 劳宝局的新北市办事处原来是在板桥嘛 因为那个地方是租的 那个地方小 比较不方便 非常拥挤 那刚好行政业他一个雷劳办公大都在新庄设立 所以我们就争取到 在我们的新北市办事处搬到新庄来 那这样子能够有自己的地方比较宽敞 而且让我们的劳工朋友能够来这边 我们有很便利的零柜服务 因为我们劳宝局办的不管是劳宝 农宝 国民年金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所以老百姓有些什么问题 都可以到我们柜台来 包括他劳宝的各种人金的试算 还有他有劳工退休金 到底雇主帮他提交多少等等 都可以到这边来了解 前来询问相关劳宝问题的劳工朋友 对服务人员亲近的态度 还有新办公室恰工的空间宽敞环境 都觉得很满意 就觉得就是搬来这里 因为我们住屋会比较方便 我觉得这个先生服务态度很好 讲得很清楚 我们就比较了解 劳工保险局新北市办事处 一二楼都设有服务的据点 提供劳宝相关法令的咨询 为劳工朋友前往洽工 永家乐新闻新庄财宝报道 感谢观看